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在上半年反映过利空 这个时间点它的位阶已经非常低 但位阶这么低的情况下 拉回来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它反而是接下来上涨空间变大而已 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其实很多的股票 它是一项很划算的买卖 什么叫做很划算的买卖 因为说股价位阶太低 所以会变成说下跌空间很有限 但上涨空间是无穷 那包含像是生计也是 今天是持续在百花齐放 等一下再来讲 以加全指数来讲 其实就是说台币贬值又加上 个股的位阶低 现在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买卖 以大盘来讲 看起来非常疲弱没有错 但是你要知道 新台币更弱势 新台币长这个样子 新台币近期的走势 几乎真的可以算是 非常非常大幅度的贬值 那这么大幅度的贬值 外资一定会去做调节 它会去做被动式的调节 那这个被动式的调节 它无关各股的基本面 很多股票不是它不好 不是说它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说外资就是需要钱 它就是需要现金 需要现金自然会去卖股票 好 那上周有一批股票 已经被卖光了 可能说跌个10% 20% 被卖光了 但是今天新台币还是弱 需要钱怎么办 还是去卖股票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很多的强势股 跌幅都比较重 那也代表说 外资确实在做资金的调节 那既然是在做资金的调节 拉回来就是行李式的买点 等于是说现在我们就是利用说 台股在震荡 新台币在贬值 逢低去布局 一旦新台币开始直稳 开始升值 回升的速度会非常快 不只速度快 幅度还会更大 因为就像我说的 新台币长这个样子 新台币这么弱势 你要大盘强到哪里去 几乎是不可能啦 就是说这样子走势的新台币 你不可能要求说大盘要多强 顶多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机会 下去做布局 那一旦说新台币直稳 新台币开始转升值 它的涨势就会很强 因为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 股价已经低于了基本价值 所以其实再跌也有限 它再怎么跌空间其实就很有限 因为就像我说的 其实现阶段的台股 大概是有几个利空 第一就是联准会 联准会的升息 通膨 经济衰退这部分的问题 第二就是 美国禁售晶片的法案 但是其实这些相对应的股票 它的跌幅在上半年 早就都已经反映得很充足 就是说就算有新的利空出来 台股其实也跌不到哪里去 应该说个股 个股其实下跌空间 已经非常非常有限 那下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就代表上涨的空间是无穷 那这是不是 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所以就像我说的 其实新台币在贬值的过程 你不用去 你也没办法去要求说指数有多强 但是新台币贬值的过程 一定要利用这样子的机会 下去买股票 否则一旦说新台币开始直稳 开始升值 那就是少赚 所以在我这两大平台里面 Lite跟Telegram 小老鼠W1178 Wi178 会告诉你说这个时间点 适合去做什么样的股票 跟什么样的股票 它已经低于它最基本的位阶 你去看 像友达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在讲友达 前一周刚讲友达 友达就马上涨上来 今天还是强势 你说友达没有什么大的利多 好像也没有 它最大的利多就是股价已经提前反映过 接下来的利空 所以现阶段的股价 其实是一个很便宜的价位 很划算的价位 所以这个时间的加权指数 应该说这个时间要观察的重点在于台币 只要台币开始止稳 不要再创高 开始止稳 很多人买盘就会开始重新进场 尤其是这几天的下跌 这几天很多股票的下跌 它就是创造出全新一次的买点 所以就像我说的 这是重点 股价已经提前反映过利空 下跌有限 上涨就是无穷 所以反而是要把握大盘震荡 下去减钻石 真的是下去减钻石 因为说很多的股票 其实已经跌到一个 跌无可跌的价位 就像是星星跟南电 我们讲过 星星跟南电 假设 假设如果是现阶段的星星 3037的星星 如果说它这个时间的股价 是260元以上 那遇到相同的利空 超伪跟AMD的问题 如果说遇到相同利空 它一定不会只有一根跌停板 可能说两到三根跌停板起跳 那你可以发现 星星其实在上周 一根跌停板下来 上周五跟今天 它已经开始在直稳 甚至8046南电 它已经开始有 地坚买盘在进场 为什么 就是已经跌无可跌了 就是说 星星今年的EPS 大约是20元左右 20元到23 那就算 它掉了AVIDIA跟AMD的订单 就算掉了这部分的营收 保守也有 我们就算15元好了 保守也有15元的EPS 那星星的EPS在今年15元 股价不到140 还是便宜 本益比还是不到10倍 对于一档说趋势性的产业 本益比不到10倍 还是一个很便宜的价位 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一大堆股票都是这样 它的股价在上半年 已经反应充足 所以现阶段 在遇到新的利空 也不过就是 多一次的买点而已 所以其实就是新台币贬值 震荡难免 但是一定要利用这样的机会 下去逢低布局 逢低卡位 那我们看的就是新台币 指稳或升值过后的行情 所以你看 2409的友达 友达也是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在讲友达 绝对没有 面板我们看空了一年 这个时间点讲 大约是这个位置 讲完之后马上往上拉 9月1号继续涨 上周大盘是跌了300到500点 相对强势 今天 指数一样是表现不好 但是他一样是大涨了将近3% 大涨3%以上 最高来到17.45 是不是 2409的友达 他是一档股本将近千亿的股票 一档这么大的股票 上涨3%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那你说为什么友达这么大型的股票 能够这样涨 就是因为太便宜了嘛 你说他有数字吗 也没有数字 有涨了旺也没涨了旺 那为什么会涨 就是股价太便宜 你说友达跟群创 有没有在近期释出什么样的利多 好像也没有 如果面板的报价直问 或者说需求慢慢回到正轨 它也不算是利多 就算比较正面一点的消息而已 那你说今年数字怎么样 今年是亏损 明年能不能有亏转赢 还是问号 但是就像我讲的 你去看 净值23% 那如果说以紧急循环股来讲 股价净值比一倍差不多 15到16元的股价 股价净值比热0.6倍 怎么可能会不涨 非常的便宜 往上拉 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一直要强调的观念 股票一定是反映未来 很多的股票在上半年早就反映过你现在看到的利空 那既然说提前反映过 不过就是多一次的买点 一旦新台币开始指稳 这些股票都会补涨上去 你去看 通膨 升息 经济衰退 甚至中国封城 哪一项利空上半年没遇过 全部都遇过 甚至说成熟制成 它的需求疲弱 APF宅板需求疲弱 这些利空在上半年全部都出现过 那上半年有出现过 代表说股价早就已经提前反映 股价提前反映也代表说 它下跌空间非常有限 下跌空间有限 也代表只要新台币开始指稳 全部都会补涨上去 所以为什么会说利用指数震荡 台币在贬值 把握机会就是要找买点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现在买股票 它是一项非常划算的买卖 下跌空间有限 上涨却是无穷 所以包含像是 郁金光也是 当时也有这样 全铁保守20 上看25到30 不到450 便宜啊 还是便宜 重点是接下来还有新品 AR跟VR的新品 如果说新品开始出货 一定是不止这个价格 400左右开始布局 400到410 8月30号往上拉 最高来到450亿元 9月2号继续涨 那你去看 上周指数是跌了大约是500点 加全指数跌了500点 但是郁金光 它是逆势上涨 为什么 因为它的股价已经太便宜 就是说 它该反应的利空 早就都反应完 那既然说反应过这部分的利空 新的利空出来 对它来讲也不会有影响 顶多就是外资 它需要现金 所以去做被动式的调节 被动式的卖股票 那一旦说调节结束 很多股票会补涨上去 所以你看今天郁金光 还是强势啊 还是强势 拉下来收一根下引线 因为这个位置不到450 还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所以郁金光上去之后 接下来包含一些苹概股 相关的也都有机会 包含像是GIS也是 GIS今天也是拉下来 那GIS不到80元 也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位 你说GIS它接下来 因为说苹果接下来会推出的 可能是MR的混合实境 那如果说是混合实境的话 唯一的供应商就是GIS 目前 目前唯一有在出货的就是GIS 那只要说GIS良率提升上去 营收就进来了 所以其实这类型的股票真的是 利用大盘在震荡 利用台币在贬值 下去减钻石 一旦说台币只稳 补涨速度会非常快 就是说这个逻辑 其实就像是iPhone嘛 我们之前一直在做比喻的 一台iPhone 全新的iPhone 卖个2000元 3000元 你还希望它打 你还希望说它打折打到哪里去 是不是 它的空间已经有限 包含像是四星也是 所以郁金光今天还是强势 相对还是不受大盘影响 四星也是 36612四星 700上下买进 800以上获利一趟 基本价值以下 当天公开预告 胜率9.9 847 875 这个位置870以上 先获利一趟 隔一天880左右 重新进场 尾盘拉到了938 现买现赚 今天受大盘影响 稍微的回档 整体格局相对还是强势 而且今天早盘 还有创下短线高点 943 所以你看光是四星这档股票 来回价差就已经超过了40% 大约是40%左右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 指数看起来空间不大 但是中小型股还是百花齐放 尤其是有很多位阶 已经非常非常低的股票 拉回来 不过就是给你全新一次的买点 这类型的股票 其实它的 它的风险跟报酬比例 是非常的漂亮 下跌有限 但是上涨是无穷 所以一定要记住一个重点 只要说台股 它的下跌 是伴随着新台币的贬值 那就代表说 这些股票 拉回来 它不过就是给你新一次的买点 所以这几天预计买盘 还是会比较清淡 但是 就是要利用这样的机会 下去做提前布局 就是这里 股价提前反应过利空 下跌有限 上档无穷 反而是要把握这样子的震荡 下去减钻石 如果说持股有任何问题 承受制程 拉ABF 不知道怎么处理 一样欢迎直接来电 先利用广告时间来电 先进一段广告 所以股价它本来就是在反映未来的状况 那如果说同一件事 股价已经反映过了 就代表说 这一件利空出来 对于这档股票 相对也不会再有影响 所以其实这几天 很多股票的拉回 主要是 新台币的关系 新台币太过弱势 而且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在强调 只要是新台币造成的回档 全部都是买点 因为新台币造成的回档 它无关基本面 也无关产业面 外资它就是要现金 所以它会去卖股票 否则为什么今天很多股票会补跌 就是因为这样 台币太过弱势 外资需要现金 上周卖不够 本周再来卖 卖什么 卖上周强势的股票 所以你光是看到今天的盘面现象 很多强势股开始补跌 就代表它不过就是被动式的调整 既然是被动式的调整 很多的股票 它就是非战之最 不是它不好 不是它有利空 而是外资就是需要现金 既然是这样 拉回来不就是新的买点 因为这间公司什么都没变 唯一的改变就是外资需要钱 就是这样 所以在我这两大平台里面 Light跟Telegram 小豪鼠W1-178 Wi-178 里面全部都是获利机会 尤其是一些关键的时间点 关键的行情会告诉你说 什么样的股票不需要去杀低 就像是星星锦说南电 如果你现在持有 绝对是不需要去杀低 140元的星星 它还能够跌到哪里去 是不是 就是说 它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就像我们讲的 上半年的利空 如果说全部再出现一次 台股跟个股 下跌空间也有限 因为股价提前反应过 提前反应过的情况之下 还没有涨回到起跌点 利空又出来 那也代表说 它相对已经不会再受影响 所以这个时间点还是一样 在新台币正式指稳之前 所有的震荡 都是要把握机会去减钻石 你去看新台币 新台币涨这个样子 你要指出墙到哪里去 没有办法 就是说新台币这么弱势 台股 很多个股 它的表现空间不大 这是没办法 但一旦说新台币开始指稳 很多的股票 补涨的速度会很快 而且空间也会很大 包含像是2383的台光电也是 2383的台光电 它其实也算是说 一档很便宜的股票 台光电在iPhone的 比重大约是两成左右 重点是全年保守16元 上看18 全年保守16 上看18 其实170元上下的股价 是非常便宜的价格 就是说它就算遇到新的利空 其实也跌不到哪里去 那就像我讲的 如果说下跌空间有限 它就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损失有限 但是获利是无穷 是不是划算 所以这个时间点 其实很多的股票都涨这样子 它已经提前反应过利空 新的利空出来 对它不影响 反而就是出现新的买点 尤其是说PCB这一块 台光电或是说华通 针顶 钛顶这些 其实都是 就是说 因为PCB这一块 还有金像电也是 PCB这一块 它本身的毛利不高 那毛利不高的情况之下 只要说台币稍微的贬值 对它来讲 会对收益就会非常明显 你去看 以台币来讲 台币近期的升值幅度 大概是从29到30元 将近31元 这样子的升值幅度 其实对于PCB厂 它的净利可以提高 大约是3到5% 净利3到5% 是非常非常夸张的数字 所以其实你说 台币贬值 对于某一些产业 它反而是正面的利多 那PCB其实就是一块 因为说PCB目前 基期平均都比较低 那又加上 如果说台币贬值 它会有贿对收益 那净利又更漂亮 所以这一群 接下来也是可以留意 那重点除了说 有一些好股票拉回来 就是找一个买点以外 不然像升级也是 升级从我们5月份 一路讲到今天 还是在百花齐放 就像我们当时讲的 是一模一样嘛 你可以加入我的Lite 跟Telegram看 小老鼠WE178 可以去看一下 5月跟6月份的文章 当时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说升级股 它会再复制一次 2015年的行情 因为升级这个东西 其实它的利多是一直存在 只是如果当 电子股表现空间比较大 升级就会被压抑到 那当电子股开始在震荡 或是说杂音比较多 资金就会转到升级 所以就像我讲的 台股在正式进入 所谓的初升段以前 升级都还会有行情 那所谓的初升段 大家可以把它去抓 站上年限 就是说指数只要在年限之下 升级股它就会一档 一档的轮涨 所以这一档 6712的 长盛 长盛在今天一度又是大涨了 将近涨停半 8月30号预告 开提走高 即将要往上拉 8月31半跟涨停 9月1号大涨9% 6712的长盛 上周正式公开 180开始布局 所有部位 全部都大赚 最高来到258 今天 今天一度又再涨了9%以上 最高来到了277.5 这一段的涨幅50% 已经足足50% 是不是就像我讲的 操作升级档数不用多 光是一档 就可以让你资产 非常大幅度的往上成长 你去想 升级这么多股票 其实来回操作 绝对比不上一档 你去买 绝对比不上 你买一档长盛就好 有100万买100万 500万买500万 1000万买1000万 拉上来 它幅度会非常夸张 会非常漂亮 所以其实 以整个升级股来讲 我们从5月份 大约是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创造了三档翻倍股 台新药 义德跟宝瑞 加上一档经典 416的志勤 半月4号跌停公开预告 这里可以去买进 当天84元 今天最高来到了140元以上 包含6712的长盛也是 从我们正式退出以来 大约是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从不到180 一路拉到了277.5 是不是 非常漂亮的涨势 而且升级已经不是百花齐放了 它已经开始变成是个股表现 近两周来讲 最强的 又是我们的股票 长盛 所以下一档升级股 我们目前也是正在准备中 一旦有好的进场点 会第一时间带你去做买进 所以全新的一档 长盛 又是拉上去 再次证明 想专生计不找我要找谁 错过长盛 下一档 本周有机会进场 或是其他的黑马股 本周也会陆续去 逢大盘震荡进场去低接 直接来电或视讯我两大平台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想跟上下一档标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摩尔证券头部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